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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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懷疑學派怎麼來的呢 懷疑學派是 其實同學們在理解這個課程內容的時候 就是完全要用嘗試 完全用嘗試 所謂嘗試的話就是不需要基礎 這是我們通識課程的一個主要的觀點 所以我偶爾就是問到一些同學 比如說懷疑學派來自於學院派 Academy 我們翻譯成學院派的原因是因為 Academy這個字翻譯成大學學派的很奇怪 但是這個Academia Academy 這個我們現在大學這個名稱 這個拉丁文 是來自於柏拉圖所建立的學校 在Acadia所建立的一個學院叫Academic 所以我們現在都自稱學術人是Academics 將來你們讀了博士 也叫做Academics 是這個字的由來 這個字的由來 這個字的由來翻譯上叫學院派 其實是很自然的 就是因為我們用中文上課 要不然話說是The New Academy 是新的學院派的意思 是針對於蘇格拉底跟柏拉圖的傳統 所進一步發展出來的學派 他們學派當中發展成這個懷疑主義 懷疑學派是很自然的 我們一開始就上過這一點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人說我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do not know anything 這句話請大家注意 我每次帶人到希臘的話 我都要求大家去買這個T-shirt 上面寫這個Andenida 就是這個希臘文 就是說這句話超酷的 可以千變萬化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講說蘇格拉底的名言 如果前三句沒有這一句的話 那老師就欠你一頓飯 說老師我找到了 這個網站上寫蘇格拉底名言前三句 居然沒有這 同學你喜歡做這裡 我記得 幫你留下來了 大家發現 對對對 那 這個同學歷史系一臉正派 然後他點頭的時候我都充滿信心 他搖頭的時候我就想辦法改善 對 我幫助很大 所以說如果你找到蘇格拉底前三句當中 如果沒有這一句的話 那真的就 這個不是這個網站有問題 就是我活的世界有問題 反正都不會是我的錯就對了 主要的重點就是因為這句話太有意義了 但是同學們並不能夠了解這句話的含義 因為說我唯一知道的東西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句話在邏輯上是矛盾的 所以同學會覺得說講一句邏輯上矛盾的話 還成為這個哲學系的這個Moto 哲學界的Moto 難怪哲學系就好像沒什麼發展 就這會強調不知道 就沒有發展 所以我特別問 請大家用這種謙虛的態度 還有這種追求真理的熱情來看待這些問題 這個是也是要考的 所以說也就是特別強調 就是說對於真理的執著 求真的一個精神 這個大家都知道當然這很重要 可是一旦你接受這句話以後 當你說我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怪怪 那你這個不就是懷疑論嗎 所以說他有兩個代表人物 一個是Axilos 一個是Axilos 然後另外是Kaniades 就是這個學院派裡面的兩個重要人物 這個希臘人的名字 大家知道這個人種上的神話的高級人是亞利安人 高級人用的是高級語言 就是亞利安語 亞利安語的話 跑到東方這邊就是梵文 跑到西方就是希臘文 這個常識你們要有 我們不接受只要不是我們的高級類種 可是亞利安人這個是他們自己創造的神話 整個西方人就會認為亞利安人是Aria 你知道為什麼叫Aria嗎? 因為希臘文當中的Aria Aria就是高人一等的意思 所以說像我們講說高人一等的話 靠的是他的行為的能力 這個叫Aria的 我們拉丁文叫Virtue 德性 是這樣來的 那另外的話 我們現在英文有個字非常棒 你看到英國人的話 比如說皇室出來的貴族 Do Cambridge 他們就是有這個Aristocratic Autom sphere 你一到了牛津大學去 就是有那種貴族氣氛 就大陸現在很多人都想辦法 很多有錢人都想辦法學這個貴族氣氛哪來的 我前一陣 就不是什麼前一陣 三天前還到被人家請到杭州去講 就中國文化中的貴族氣氛哪來的 我當時想自己就是個平民 還怎麼講這個 但是為了要製造這種感覺 其實我很想講的是Aristocratic Area 這個傳統 這是一個神話 這個整個背景是個神話 因為我們沒有這種氣氛 沒有這個氛圍 所以說是這個 所以在這個希臘文當中 希臘文當中 他們有這種高人一等叫Are 在英文裡頭 Aristocratic Area 就是現在我們沒有這種感覺 這是Aristocracy 貴族政治是一個代表 那為什麼跟大家講到這裡呢 就是因為希臘文是西方語文的始祖 就是我們不要講是泛文 也不要講亞利安文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這個亞利安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是他的文化到底高上在哪裡 據傳說了 我不想確定 據傳說他們其實是一種 Mutation 那個叫 中文叫什麼 突變 白子的突變 所以他們是 白子的突變叫藍眼睛 金頭髮 據傳 但是他講起來很像神話 因為如果不是二次大戰 沒有人才知道 就是說有這種神話會是真實的一部分 那為什麼講這個呢 我就告訴大家說 在我們的課程當中 講到希臘化哲學的時候 大家在自己練習的時候要學到一個技巧 像這個Oxyclose 就是說這個語文 因為我們現在廣東文很幸運 像我這個 像LEE 稱CHEN 可以很簡單 幾個單字 YUN的話Y-U-A-N-N 我後來覺得少了 加了個N 所以我的信在護照上跟我們家人都不一樣 但是英文都跟不一樣 希臘字 你看那個印度字 受到印度文化 像泰文 不得了 都破世界紀錄 其實它是syllabus 聯繫出來的 所以說你要學英文學好以前 你要一定要學會這個希臘文字的這個拼音 叫syllabus Axilos Camiades 一定要學會這個 否則你英文絕對不可能學好 學好也絕對不會講 會講以後人家也絕對聽不懂 為什麼 因為它每一個很長的字 它整個發音有這種韻律感的 有這個intonation 就像我們在迎送一個這個文言文的時候 你拿出古文觀子 你用這個法文念一遍 人家也是聽不懂的 它要吟詩什麼的 所以說大家要慢慢這種 為什麼要搞得這麼複雜 就是要告訴你 你一般人根本不適合受教育 只有亞歷安高等的人才受教育 文字是很神聖的 你知道嗎 文字是很神聖的 所以說這個 所以說大家在這個問題上來講 所以大家就開始會發覺 為什麼希臘哲學的話 都是一直對話來對話來 對話怎麼這麼重要 在我們的話就是 孔子問笑來 指下問笑 孔子說好 色男 就是好像越短越好 西方人不一樣 西方人完全不一樣 那個柏拉圖寫的那個對話錄 前面你覺得長的 那算是最短的 後面簡直就是長得嚇死人 所以解釋那個古典希臘文的人 要讀起來出來 一輩子讀不完 他寫沒幾天 你讀是讀不完的 為什麼 文字的力量 就是要展示你高人一等的能耐 所以我奉勸 我在這邊上這個通識客人 我最近聽到了下有地獄這個說法 以後要趕快告訴大家 文字的能力是 文字能力是你人格上最大的保證 尤其是絕大多數人 讀的是什麼衣 功 或者什麼禮的 文字能力千萬不能退化 萬萬不能退化 因為你文字能力退化的話 這種代表的含義基本上是一個能力的表達 是能力表達 就是老師是靠嘴巴吃飯的 我是很遺憾 沒有這個國際場合 因為台大的國際班沒有錢我都交 不是沒有錢 錢很少我都交 所以告訴大家 那這個懷疑學派 像我們上次講到什麼 我們用很多希臘字 或是用到很多這個人民 像什麼Crecipus 或者是Xeno還是短的 Xeno是短稱的 那其他的話 各式各樣的人稱 Paniades Posidones 就是這種基本上它都是一樣的 好 那麼這個時間是針對於斯多噶學派的論證 也是我們所談到的 最主要的懷疑兩個概念 兩個希臘字 一個A catalepsia 我不要解釋這個希臘文 就是前面A就是否定的意思 像數學家在 所以前面Catalepsia是我們一般來講 強烈的印象 就是Catalepsia 強烈的印象 表象 另外apultures 我們只有一種非常重要的字 我們中文翻譯叫存而不論 存而不論 這個兩個非常重要的字 也是 所以這個 這個A catalepsia 是就是說 否定了我們透過印象可以知的意思 就有點像無 任何就是有用 你就改成無用就是沒用的意思 A就是 Sympathetic Pathic 就是這種情感 Apathic 就是亞斯伯格症 不能夠了解別人感覺 Apathetic 所以說這兩個概念 在希臘化哲學中的新學院判 就是懷疑論中關鍵 起源是這樣子 一個先蘇哲學 另外一個原始論者 第三個就是蘇格拉底跟柏拉圖 先蘇哲學家告訴我們萬事萬物 有他的 我們讀到Sanophones 其中提到我們也會考到這一題 為什麼他講的一神教 其實告訴我們的神的形象 是不是我們人可以知道的 這也是為什麼比較進步的宗教是沒有像的 伊斯蘭教是最後出來的 他們沒有像的 有像就把頭砍了 不准有像的 大家覺得說 媽祖沒有像搞一團黑木頭在那邊 很難受 你拜一塊黑 就是黑木頭都不行 就是拜一塊黑的 就沒開燈的 開燈的話就是白的 就沒有東西的 那一有像 像人就馬上把頭砍下來 有固定的話 那如果像動物的話 那把全家人都殺了 那覺得很 這是講真的事情 這有很多學歷史 他們知道這個 因為他玩 所以原來這個東正教 Orthodox 是用畫 所以叫Icon 你現在講 這個很嚴肅 到了羅馬公教是講說你有畫 我更厲害我有雕像 所以你到了法國去看所有的教堂 哇 雕得滿滿的 後來 後來 這個今天11月1號 昨天10月31號 昨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昨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 知道什麼日子 知道吧 知道 他知道 你們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 除了歷史系的以外 還有誰知道的 沒有一個人知道 昨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不是講功誕成 搞清楚 這已經忘掉了 這個不重要 搞不好 講功誕成都沒有人知道 很遺憾 以前我們那天可以分到免費受討 你知道嗎 現在誰要吃受討 神經病 昨天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500年的紀念 沒反應 說老師上課了 沒反應 宗教改革500年 宗教改革的話 從馬丁路德從15 16 217 15 17年 開始 整整140年 歐洲大型的宗教戰爭爆發 宗教戰爭 是唯一能夠把小孩跟產婦一起幹掉的戰爭 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 想起來都恐怖 想起來都恐怖 那為什麼講到這個宗教改革呢 因為這500年來 馬丁路德以一種先進的想法 Protestant 我們班上 我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教友 現在好像也沒了 好像也沒了 以前我在的時候 所有想出國的人都要信基督教 因為我在一個基督教大學裡的時候 我在東海讀的書 我們學校只有這個大樹乳牛跟老外 整個校園內就像美國校園一樣 我覺得很高級 因為那時候我來台下學校園一看就是 就是貧窮教官與很老的老師 真的差別滿大的 我們老師 我們英文都是外國人教的 至少發音沒問題 這個中教改革的意思就是慢慢 越來越不注重這個形象 沒有anthropomorphism 你們去查一下這個字 anthropomorphism 沒有這個概念 然後到了後來再出來的伊斯蘭教的時候 就完全禁止 就是七世紀的時候他們老早禁止 所以馬丁路德其實是跟著伊斯蘭教的一些基本的觀念 這也是為什麼整個回教世界的回教徒 不但不覺得他們落後 還覺得他們進步的主要原因 大家可以 那我為什麼提到這個呢 因為這裡面最重要的觀念就是 但是希臘原來是異教徒 但是異教徒有非常進步的宗教觀點 所以我們考的第一題就是 Sanophones的一神教 你要解釋一下為什麼一神教裡面 就沒有像的問題 人就是渴望有像 你要解釋一下 我們說得很清楚 回頭看一看這個powerpoint 你要稍微想一下自己找一點資料 所以講到先蘇哲學家 所以這點已經夠 就是說是人就有限制 有限制你也有這種心理上的期待 比如說你信神 覺得神有用 不是說有用 神真的很靈驗的時候 你會不會想知道這個人到底是 這個神到底是什麼樣子 你有沒有這種想法 對 這個同學一點頭的時候 整個肩膀都在動 很激動 很感動 因為他是教友就知道了 就很渴望 所以我每次到了聚會的時候 看那天唱歌的時候 主耶穌愛我 我愛主耶穌的時候 我沒有遭遇到困難 我沒辦法體會 後來我體會了 我也信得不得了 體驗非常深 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你跟人家一講說 我知道他長什麼樣 你要去考題 有沒有鬍子 答對的跟答錯的都錯 不能回答這種問題 這個就是先蘇哲學的含義 然後再者的話就是原子論者 原子論者最棒 我們現在都是原子論者 所以你如果學科學的 你絕對是反迷信的 或者學科學的人信教 他一定把他的公司生活分得很清楚 分得很清楚 為什麼呢 因為原子論的時候 是告訴你所有的現象 表象 比如說我一看這個學生 一臉正派 一臉聰明一樣 然後很努力 各方面的話氣質很高雅 言談不俗 氣語宣昂 舉止端正 這是我名字的由來 所以一看以後 原子論者講說你腦袋中的思維 像極克利這樣排成這種形象 你只是在敘述這種形象 實際上到底是什麼不知道 厲害 懷疑論者的真正的起源是原子論者 這也是為什麼 這也是為什麼一個民族的重點在於 他的科學的興起 而科學的興起在於他接受原子論的態度 那我們這個民族 悲哀的民族 花了整整250年才算是接受了 這叫科學發展觀 我們慢慢慢慢接受 而且我們這裡還沒有接受 大陸那邊接受了 所以說突然一下子整個就啟蒙了 就是我必須坦白強調 這個講到原子論者 大家心裡就要明白 原子論者就是微物論者 就是機械論者 就是經驗論者 就是現象論者 就是非常直接的 所以這也是懷疑論 第三個蘇格拉底的對話 跟柏拉圖的理型是我們討論過很多的 然後他們集結的這三點 所以我們稱之為新學院派的心 是來自於他們不僅僅是柏拉圖的觀點 我講到這裡的話 基本上是我們從剛開始到現在的一個總結式的說明 聽得懂嗎? 聽得懂 你聽得懂嗎? 聽得懂 因為到這個時候 聽得懂跟聽不懂就開始分到揚鑣了 像杜江燕一樣 兩條河 一個只能負責灌溉 另外一個負責防洪 功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剩下的話就是聽不懂的人的話 他慢慢會發覺不知道在幹嘛 聽得懂人會發覺這裡面可以讀的東西太多了 這個所以說有心要了解 那我現在告訴大家的事情 我講了宗教 講了科學 我講了宗教 我講了科學 我講了哲學 這是對話部分 然後宗教跟科學的部分我到此為止 那哲學的部分是我們要進一步發展 我們要講一個論證 要證明懷疑論到底有什麼用 懷疑論到底有什麼用 所以在問到這個論證的時候 為了要情節緊湊 所以我偶爾會點同學來發問 要了解 因為我每一次到這個時候 比如說我現在看到你 我就問一下 你們聽到我點你的時候 如果確定是你 其實也就很清楚 你周遭都沒有人 那你馬上就說一下子反應過來 就會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那不知道 那就麻煥人 因為時間很緊湊 因為讓優等生承認自己不知道 就是一項成就 你知道嗎 那就是一項成就 所以你不是很牛逼嗎 那你就不知道這樣子 我就看你不知道這樣子 所以說受到刺激 老是願意當這個壞人 因為同學講 所以說Axilos 我們先講Axilos 再講Canada Axilos的懷疑論並不以否定知識為滿足 因為這也是一種肯定知識不可能的方式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認為知識不可能 簡單的不用思考的懷疑論 等於是另外一種教條式 就都不可能了 比如說我唯一知道什麼都不知道 那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學 這種態度不用思考的 這種邏輯推理的態度 也不是懷疑論贊成的態度 懷疑論贊成是反對所有的教條 同學記得第一點 這個我們日常生活中也一樣 日常生活中一樣 你認為說是 你講到性別問題 原來是講說讓人家同性戀 有一個生存的空間可以站在陽光底下 你突然又搞越大 最後變成我沒有見過一系列遊行的 對不對 我就沒有見過 但是這種東西不是只有贊成一個 是讓大家都能夠因為缺乏存在的真實理由 所以會大家都有這個機會能夠了解 所以說這種 所以這肯定的方式 Axilos的肯定方式是以辯證的方法為主 所以這兩個肯定是完全相反的 完全相反的意思 這個同學要了解 一個是肯定知識就不可能 這個要用一點腦筋 要用一點腦筋來思考 另外一個 這個來自蘇格拉底最常見的兩部分 第一個就是知識的道德主義 知識道德主義講的就是說 蘇格拉底有一個很特別的觀念 我不曉得大家認不認同 我個人是不太認同 他說沒有慾望 他說你會做壞事的原因就是你對於好事的認知不夠強烈 請大家注意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道德議題 我們現在講慾望 為什麼他不認同有慾望 因為有慾望太簡單了 小的時候我爸爸問我說你為什麼不愛讀書 我說我想玩 那我爸爸說你想玩的心太強了 你讀書的心太弱了 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讀書 我很小就在問這個問題 我到昨天還在問了好幾遍 我自己都讀了一輩子 我變成職業讀書的人了 我還在問這個問題 那很多人講說那你這個慾望太重 說所有的壞事 我做壞事的慾望太重 那這個對於蘇格拉底來講這個不行 這神秘主義 假設有慾望存在是神秘主義 我們一般來講有慾望存在很好解釋 我有慾望對不對 我們每天做的事情 每一個人畫在屍體下都有 不要以為只有壞蛋有慾望 好人有慾望 好人只是懂得比較壓制自己的慾望 拿鞭子打打打 以前天主教就有這種方法 降低你的慾望 對不對 那蘇格拉底說不 你不需要拿鞭子打 你只要強調求知 所以說我們講的知識道德主義 或是道德知識主義的意思就在這裡 那這個有很多人 可是我仔細看了一下中國歷代名人 我偶爾得空看一下曾國藩的傳記 我發覺他講的也是 你不要以為什麼事情可以侵入 他寫給他弟弟的家書 我看了以後他就告訴你 你要注意 你這件事情也要深刻地了解 不能夠以這個好像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那種慾望來解釋 變成文字的時候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覺得這裡頭有一個哲學的力量 就是你現在講說 說你為什麼 就我要你做什麼事 你為什麼不能做 不想做 為什麼不想做 想睡覺的慾望太強 想看電影的慾望太強 所以不想做 那這種解釋 我可以接受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這樣子困難 我也不是什麼聖人 也不是偉人 更不是什麼有用的人 講錯了 我不是什麼有用的人 更不是什麼聖人 更不是什麼偉人 這樣子才對 但是我發覺 這個慾望的表現 很多人常常跟我講 我從小到來人家講說 老遠遠 剛剛的會議很好 但你一發言以後就大亂 你可不可以不講話 那我說 我不講話 我的慾望無處伸張 就亂講話 後來我就練習了 很多場合要試可而止 要找尋機會等等等等 這樣的一個認知 好 那麼知識就是不能被拒絕的 像蘇格拉底這兩點結合在一起 知識道德主義跟知識不能被拒絕的 就是我們缺乏知識沒有能力獲得知識 但是不說我們不可能獲得知識 不說這句話 那Axilos的懷疑論 這次會在對話人提出立場後 再提出一樣強的論證來支持 對話人的反方立場 就是同學們這句話要了解 就是說真正 就是等於是在玩人家一樣 比如說人家認為先贊成這個獨立有必要性 講完以後大家都知道看樣子獨立的確是未來 然後再論證 獨立死路一條 人人怕死 獨立都沒有用 都不知道這到底在講什麼 很多人都覺得這樣子不一致 但是懷疑論者就有這個特權 因為他的立場是反教條 就有這個特權 對不對 聽得懂嗎 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你剛剛講這樣子 你現在講這樣不一樣 說對 我就是要怕你把我的立場 當成獨一無二立場 所以就要反對 各反對一致 其實這種態度 剛好就是科學態度 科學態度就是建構新的理論 然後在運行一段時間以後 把這個新的理論完全推翻 被更新的理論取代 新的理論取代舊理論 更新的理論取代新理論 然後更更新的理論取代更新的理論 所以整個知識的進步的過程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我認為你們回到 所以我昨天在上課的時候 跟我學生講 我認為台大學生 每一個學生在上課的時候 我面對的這個camera 我很負責人講 大家來上課的精神 九點鐘的精神的話 一定要先喝了咖啡 很Enzymesic 然後看老師怎麼樣把你搞死 老師你講 講完以後 聽懂以後 講不對 然後馬上發問 讓你難堪 你以為你領納稅人錢 就這麼輕鬆帶過 還講三小時內 一個鐘頭就讓你如坐針針 讓你很痛苦 老子今天來了就要讓你難堪 上課應該有這種infight的精神 我們現在上課 學生通通表現得像老子教孔子一樣 非常寧靜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勉強 來了以後 早餐比這個上課重要 上課是比不上課重要 但是不上課其實也沒有什麼差 差別太大了 所以我現在鼓勵就是說大家要幹掉老師的運動 校園內 不要去幹掉那些什麼統派態度什麼 這個不重要 你要幹掉老師 讓老師緊張 老師很緊張 給老師評分有什麼用 亂打分數 一大堆懷疑論者 那沒意義 威脅老師 這叫學術亂倫 對不對 這個制度有問題 但是學生如果一上課的話 我今天來不管讀哪一系 我就是來台大的話就是讓老師難堪 結果一路上一路亨通 像李敖一樣 所以台大文學院在李敖在的時候 大家都很緊張 對不對 又怕他不上課又怕他上課 這個多好 像老師怎麼進步 學生都表現得像是淫污者一樣 存在跟不存在是一樣的道理 那怎麼會進步 老師不進步學生怎麼會進步 老師跟學生都退步的話 這個學校怎麼會進步 對不對 所以我講的這個是懷疑論的精神就在這裡 是科學精神 永遠不斷用新的理論取代舊的理論 所以說 這個同學們要了解 是Axilos的懷疑論最重要的字 Apoche 討論當然就是對話 但是Apoche的存而不論的話就是 取消判斷比做出適當的判斷要好 同學你們要了解 你們要了解 我們一般正常的常識裡頭是剛好相反 我們一般常識說 你總得有個說法 你不能懸在那邊 好 那這樣子的話大家可以了解到 就是說它有個終極目標就是追求絕對真實的知識 那麼我不要大家做進一步的判斷 我只要大家了解這跟我們常識不一樣 道德知識主義沒有欲望跟我們常識不一樣 然後任何事情不要做判斷 其實是追求真理的一種基本態度也是比較好的 所以說為了避免犯下直接認定知識不可能的態度 所以Axilos他自己認為 這個贊同跟反對兩種可能性都一樣具有說服力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贊成跟反對都一樣具有說服力 這個跟詭辯學派的想法觀念又很不一樣 所以我嚴格講起來 我在台大上課十多年來 我真的很不過癮 我真的很不過癮 我在美國上課的時候感覺上真的是很過癮 在這邊很不過癮的原因並不是因為 並不是因為學生好不好的問題 而是學生從家長到老師到其他人 都沒有一個正確對教育的認知 他們沒有從哲學來反省教育應該怎麼樣 沒有這樣子的反省 所以這個問題我每次提出來以後 同學們覺得很無奈 因為覺得錯不在我 而且事實上跟我就業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今天講到做這種結論式的說明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如果說贊成跟反對的說服力都是一樣的話 那麼對話人不知道要相信什麼 所以是會取消判斷的 是會取消判斷 這個是主要的一個關鍵點 會取消判斷 取消判斷就是aproche aproche這個意思 所以說我叫大家理解這個是用一個非哲學的態度 比如說我們上課的時候 同學們就要想 既然上課就是一個練習 那同學問老師那你贊成什麼 那我一說以後你馬上講說 那你這個贊成的部分你要不要捍衛他的立場 或者說你可以直接給出一個跟他完全不一樣的立場 而且你可以捍衛自己的立場 這種練習 反覆的練習 我講一句比較重的話 我認為我們學哲學 我們學哲學的人 真正的體會的心得 就是在別人反對道德的限制以前 我們先做出反對 同學慢慢體會 所以上一次我問了大家 這個一句話 如果就在這邊問 如果說道德的內容定義就是隨風而至 依附大家的意見 約定俗成 如果就是這樣做相怨的話 這個不叫做道德 德之賊也 可是我個人特立獨行 一人之惡惡 抵抗千人之諾諾 要如何證明自己是道德的行為 對不對? 上禮拜我們講到這個問題 是不是在這裡講 不曉得還有幾個同學有意見 然後我說了一句重話 我說我們整個哲學的討論只有這一個問題 記得嗎? 大家都忘光了 忘光也好 這個話講得蠻重的 我要強調的重點就是 我們學長教育搞錯了 在學習的過程中 你不應該學習一致性 不要有那種 我用英文講 在教學的過程當中的內容 不應該有moral commitment 我們可以以後 你聽 我今天沒有時間進一步發揮 像你們優等生的時候 在小學的時候都是成績最好 被老師鼓勵 所以你會認為你的好會變成道德上的好 鬼扯 有這種認知的人的小學老師 根本不能夠領那個年金 錯誤 大錯特錯 你在學習的過程中 為什麼你那張學生證可以保障你亂講話 為什麼你一畢業以後就要有社會責任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差別 不是叫你不要畢業 而是要你亂講話的時候 要你正反兩方 要你突破那個道德限制 這種哲學上的命題 是你們應該自我體會的 如果你現在沒有體會 你絕對完蛋 你還不如不要當這個優等生的 之間沒有邏輯的關聯性 有請你告訴我 所以我一路上從最爛的學校交到最好的學校 我發覺這個問題剛好相反 因為從小被批判的人 像我這樣的人一直感覺到自己的不好 學業上的不好其實就是道德上的不好 所以會就懂得謙卑謙虛 那好的人剛好相反 所以如果我這個邏輯對你來講 你聽得懂 你就要檢討 你就要無日三省無聲 我有沒有遭遇到這樣的問題 如果有 那你就要搞清楚 這會害死你一輩子的事情 這會害死你一輩子的事情 如果沒有 那你要想清楚 為什麼其他人都認為這件事情是真的 你要搞清楚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再訓練自己 所以我們現在要講到這個問題 一定要搞清楚 我們在校園內是可以讓我們做這種 沒有一致性 不誠實 說變就變 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 廢話 你在校園內學習的時候 你不學這個 你要出去怎麼 哪有機會讓你學 要不然你的學運證為什麼可以胡鬧呢 為什麼你當台大學生可以大喊台獨 你當總統的時候 你不可以大喊台獨 為什麼 社會責任 你當學生的時候 你是一個人去死 關人家屁事 你當總統的時候 你一亂搞什麼 大家都一起完蛋 社會責任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這一點 所以我們學這個懷疑論裡面那個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說你在學生的那個態度上 好 這個講得稍微激動一點 稍微激動一點 其實沒有必要這麼激動 我也不見得都對 但是我只是感觸到有一點極端 所以告訴大家 但是我看到我這一激動 就下課了 這個也搞不好是洋魔了 但是我願意再補充一點內容 因為是下課時間很長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講了個半天要反對這個教條主義的 反對Zeno的教條主義 Zeno 我們在強調斯多古哲學的時候也是從蘇格拉底開始 對不對 同學也知道 但是從蘇格拉底開始以後 他們詮釋完全不同 相反 所以說蘇格拉底強調德性 這個希臘文叫阿列德 就是阿列斯 那Zeno的創建在於如何獲得知識與性方面提供了一個經驗論事的解釋 empiricist interpretation 為什麼 什麼都可以抗拒教條主義 唯獨在道德方面 要相信教條主義是有某種程度的功效 你在自由的人在道德上面 很難說全部懷疑的態度 知識論可以 其上學可以 這個就是說是跟亞里斯多德的觀點很類似 都是 cataleptica 所以請說阿 cataleptica 就是否定強烈印象的意思 沒有A 就是 cataleptica 就是形成認知 catalepsis 就是我們的認知 強烈認知 所以這個認知包含了原來事物的印象 還按照事物所能夠被掌握部分形成的逼真印象 就是說是 cataleptic fantasia 就是impression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印象非常強烈 比如說我現在剛剛講得很激動 這個同學瞪大了眼睛 然後晚上睡覺惡夢 這個老師臉又出來了 這個叫 cataleptic fantasia 就是說 catalepsis 就是強烈印象 我們每天都有印象 比如說你看了鬼片以後 晚上睡覺做夢夢到鬼了 很可怕 那麼鬼的話就是陰魂不散 一片漆黑只有一個衣服因為過白變成藍什麼什麼什麼的 如果說大太陽底下抓出一個長頭髮的女的就是鬼的話 那搞不好是瘋子被冤枉 對不對 所以那個氣氛不一樣 所以這個逼真印象 所以斯多噶德斯基諾認為 只有聖人可以掌握到逼真印象 可以達到認知逼真 所以達到知識 聖人可以擁有知識 可是一般人的話就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可以朝聖人作為一個目標情境 這個是知識上需要道德主義的一個主要觀點 就是說有一種完美的人可以達到完美的行為 我們不能 但是我們要以他為目標 是道德上的成就 那麼這個在Axilos的挑戰下 其實有第三個條件是說 逼真印象不能從與原事物無關的印象中生成 那Axilos對於這個回應就是說 對於任何真實印象 我們總是能夠想像出來一個跟他一樣但是不真實的印象 來否定他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講到鬼片一定是晚上 那我們大白天 一定穿白衣服 我們來個穿彩色衣服 然後一定是個長頭髮的 我們來個翹立短髮的 就是想到這種印象 他可以一樣讓你感覺很恐怖的同時 他又跟原來的印象不一樣 如果是有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們就會發覺即使是再強烈的印象 他每一次的實際上的情況都不太一樣 如果都不太一樣 我們怎麼能夠認定他為知識的基礎 我主要就是做一個論證 請同學注意就是說 真正的學院派的懷疑論者 他在立場上來講是正反兩方面 讓大家能夠存而不論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說我們現在講到前面就是第三點 這個Zeno講說我們對事物有印象 然後這個印象已經強烈到讓我們做決定 還不夠嗎? 另外他還強調說每一個事物當中的話 這個B真的印象必須要跟原來的事物相關 那這樣子就夠了 在道德上來講就夠了 這是叫做教條主義 那可是Axios的話他認為說還有一個差別 就是說任何真實印象 我們總能夠想像出一個跟它一樣 但是不真實的印象 這個是任何印象都有可能作為不真實的 這個同學們就可以了解 你看電影就知道嘛 對不對 電影可以很感動你 但是你會發覺它有可能不真實 所以我基本上 那我們怎麼樣要欣賞我們的這個電影 比如說愛國電影 那你怎麼樣欣賞愛國電影 讓你很感動的同時又發覺它可能有誇張嫌疑 就是你一定要把你的情感世界跟你的認知世界分開 所以說 那在Axios的挑戰下他們就有一種對應關係 這B真印象之所以B真因為它正確的因果關係 好 這就來了 跟事實有關 而且是因果關係 事實是因 我的印象是果 那Axios認為我們沒有辦法證實所謂的正確的因果關係 在形成B真印象的過程中確實達到了 我告訴大家這裡有一個很難的一個論證 就是說當你要把兩件事情構成一個因果關係之間的話 這個因果關係跟實際上你要達到的目的之間 還要有一個因果關係 比如說你要解釋 比如說你要解釋台大為什麼排名下滑 然後因果關係講說學校的立場 我聽了很多立場 說了一大堆 最後就一句話 沒錢 沒錢要什麼排名 對不對 有這個印象吧 我沒亂講吧 但是沒錢導致排名下滑的 就是說因果關係的這一件因果關係 跟現在我們看到下滑的因果關係 還要有一個因果關係 就是說沒錢會被人導致因果關係 然後你現在的情況就是 這個因果關係跟現在出現的關係 我需要因果解釋 還要有一個因果關係連在一起 這樣子叫做 拉丁文叫Ade infinitum 就是說它一直往後無限倒退 因果關係的因果關係的因果關係 你才能夠證明一件事情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聽得懂嗎? 我這件事情我想了三天 我在陳大演講的時候突然一下子忘掉了 那一講垮了我說這個部分跳過 還好學生沒興趣也沒人跳 這是現在我想清楚的 我原來是講說我看到一個人不吃肉 我就說他是信佛教不殺生 不殺生跟不吃肉之間的因果關係 這一件事情變成因果關係 要使得我看到的現象之間要有因果關係 所以因果關係有因果關係有因果關係 就每一件事情合起來變成自動的等號 什麼叫因果關係? 就充分與必要條件 你的東西要畫上條件的話 兩者要一樣的話 要有一個基礎使得他們兩者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一路一路下滑的話會變成一個 在數學上是可以寫得出來的這個式子 才是用自然語言講出來讓人家聽得懂是一個關鍵 那要強調的意思就在這裡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在事物跟心理上 意象跟表現出來的行為之間建立明確的因果關係 對不對? 就像說那個 所以我盡可能講到 比如說我每次喜歡在課堂中談到教育 尤其是我們學校的教育 那這個當然是覺得對我印象最深刻的 我在這個問題上比較像是Xeno 十多個學者 但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辯論 就跟我們生活上息息相關 我們現在生活上很多學生教育亂搞 鼓勵什麼高中生就開始做自主 基本學歷還不會就自主 那出來以後呢? 那自主學了要幹嘛? 自主要幹嘛? 不影響老師薪水 尤其是年金 對不對? 老師教嗎?亂教 什麼叫高中教育? 什麼叫大學教育? 要分開 那你受教育的目的幹什麼? 我都不忍心問這個問題 因為按照這種情況 懷孕論搞久了就不行 但是這個是的 所以說在解決這個問題 我提出這種妥協 我們用內在論跟外在論來講 Axilos認為逼真印象意思是展示事物印象為真的標誌 而Xeno認為在適當的歷程中 所以說適當性 所以說在外在 我活在一種外在的環境當中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到道德的有效性 在無法否認道德的有效性 以及在無法肯定道德是無效的情況下 大家作為一個道德動物在生活當中會採取約定俗稱 我們道德行為做的是適當的行為 你知道適當這個字 亞里斯多德用的字眼是在經驗當中是唯一比較可取的字眼 很多人覺得說適當的話就不是絕對的字眼 不是絕對的真實的話 然後又說這是真實的話就是說謊 說謊的人就不可取 比如說問那個環保史上說 這個什麼肉裡面有沒有瘦肉精 有沒有百分之百沒有瘦肉精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剩下多少 那你要不要吃瘦肉精 神經病 哪有這樣的科學裡頭都是講probability 哪有人講百分之百擁有 絕對沒有 那這樣子搞下去的話 大家要其身譴責這個無知的社會中 對不對 我已學過懷疑論的立場來譴責這種觀念 但是一講出去的話沒有社會影響力 大家講那誰啊呢 所以我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共同論述 但是我講的道理在這裡 大家以後要記得 所以說這個旗艦並不會一個妥協說法而平息 最重要的是這個第三條件 就是說夢境跟瘋狂中的印象夠逼真吧 那麼這個第三個條件怎麼滿足呢 結果是每次出現逼真印象都會讓我 沒有出現逼真印象的情況 是會讓我們每次都產生相同的印象 所以說瘋狂的回答是 每個事物都不同 可以區別 這兩句話是他們的對話之間 把我們想像中觀點不同把它解釋成對話 就是說瘋狂的強調是說一個事物為真的話 每件事物 每一個事態 每一個事件 它會單獨讓我們產生印象 所以我們跟事件之間有一個因果關聯 這問題其實已經變成了後來非常重要的知識論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對外在的認知如何吸收 如何學習 如何掌握的問題 就這樣的情況 所以瘋狂中的回答是每個事物都不同 可是這個觀念可以沿用到印象 這並不能夠解決懷疑論的質疑了 這等於從內在論的角度來講 那剛好也就是懷疑論懷疑的地方 這個懷疑的部分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也不用多說 如果是完全不做任何判斷 aproche的話 那你要幹嘛 不做任何事情 apraxia 就是practice 我剛剛講a就是不做 praxis就是做事 action 那你inaction 那你要幹嘛 你搞了個半天要幹嘛 所以你必須要強調說 這個是懷疑論的一個終極必殺問題 就是說 你說懷疑是讓我們追求幸福 那你現在做事等於是 每件事都懷疑印象都不對了 那你要幹嘛 如果不做判斷不等於不做任何事情 那麼追求幸福也是空的 就這一句話 會使得懷疑論出現根本上的矛盾 矛盾的理由在於多個認為做任何事情的前提 必然會包含印象 動因跟踩行三個步驟 那執行一件行為而言的話 就是先有印象 然後因為印象而想到有motivation 有motivation就是carrying out 就是實質上的執行 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覺得每一件事情都是 大家會做一件事情也就是這三個步驟 那這樣子的話 Axios認為我們只需要印象就可以有動因 不需要踩行任何的行動 我們有印象必然會有動因 但不要踩行動 很明顯說如果沒有採取這個行動 等於說所有的動作都是直覺的反應的 就是有印象就直接做 沒有這個有印象有動因 然後再做行動 沒有這麼仔細的認知 但是按照直覺做反應 是不是等於否定判斷呢? 沒有判斷又怎麼樣追求幸福 又回到原點 這個是存而不論的問題 那麼在這個爭執的當中 問題在於我們怎麼樣看待 斯多噶的知識原則 就是合理的政策 這個是我們上禮拜強調的 所以我一開始跟大家上課的時候特別強調 我們這個禮拜課跟上禮拜課是結合在一起的 就是說我上禮拜的課會留下一個遺憾點 如果你聽懂了會遺憾點 就是說我並不在正誠道德 我只是在告訴大家 我很無奈地選擇道德的規範作為教條 然後我一直不斷問同學教條好不好 同學們都說不好 但是說你有沒有辦法在道德的領域中不用教條 沒有辦法 我還一直不斷問說台大要做全民的大學還是做精英的大學 大家都不知道我有鋪陳 當然因為你們要兩年後才聽得懂 所以我當時做鋪陳 你並不了解它的含義 但是現在慢慢就了解了 就因為你們會有為人父母的一天 你的子女要受教育 如果每所大學都一樣的話 你會覺得說好像不太對 那這個不太對的話 如果你要肯定它的這個對跟不對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種教條的心態叫dogmatic 所以說這個問題就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講到道德領域中的教條主義 是一個很遺憾的一個接納的一個事實 所以有很多人非常高興接受教條 因為dogma這個概念用在宗教裡頭是非常高興的字眼 需要你不要多想 就是這個look but don't think 就是believe but don't think 對不對 就是宗教的時候要你相信 但是不要去想 但是一般人的話會覺得說我不信教的話 我只要想 但是我不要信 現在的話這個道德事務當中是剛好結合在一起 你是先信再想 先想再信 所以這有小遺憾 所以我覺得懷疑論者的主要的癥結點就在這一題 是要討論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在道德領域中是要有教條的 而且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 我這個問題沒有問過同學 我非常喜歡問 你說說看為什麼這道德領域中必須有教條等等 我沒有問同學為什麼 因為我擔心有錄影下同學亂講話的習慣一下講出內容來 不得了啊 說什麼都可以 Anything goes 那不得了啊 這個本身就是我的策略中的一部分 道德領域有教條 所以不是Anything goes There is something you cannot go 就這個意思 對不對 你聽得懂嗎 你就了解 很多同學現在我自由自在 我是一隻小小鳥 說要飛就飛 說要叫就叫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沒有問 怕大家亂講話 亂講話 因為對於你們來講的話 道德上有教條這件事情 是一個經過論證後的一個結果 是大家沒有辦法必然接受的事情 所以說如果要反教條現在 所以因此我認為說 鼓吹自由主義的人要了解 something you cannot go 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自由主義的自由是來自於社群上 對於我們行為上所寄託的規範 這個叫communitarianism 就是社群主義 這個解釋等於空的 為什麼是空的 因為社群主義的基礎還是個人 在理論上的論證 所以斯多噶學派的道德論述是強調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就是合理的政程 每一件道德的事情都非常非常需要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連康德都不例外 康德說不可以說謊 但是菲希特跑來找康德借錢 康德自己寫日記說我如果說有錢 那我就不好意思不借 那我如果說沒錢 那我就說謊 這個真的故事你到網上查 最後康德借了沒有 所以說這個是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這個是axial laws不能接受的 對axial laws 這是懷疑論的勝利 因為我們只需要提出stoic一樣強的論證 正面兩個相同強的論證都不能確定知識化 那麼懷疑論者反對斯多噶的目的就達成了 對吧 他要的就是一正一反 他就達成這個目的 那接下來的部分要達到幸福就是這個過程 我有沒有講得太快了 我只有兩點重點 第一個我們活在一個是有限制的社會 不要以為說你的自由意志就真的可以實現 這個廢話這個大家都知道 第二個就是要論證的技巧 我一開始先講清楚 懷疑論者醫藥的論證基礎 就是一正一反都要有一樣的論證效力 他只要做到這一點他就達到了 好 阿克斯道斯甚至可以說in action 其實是斯多噶的問題 因為對斯多噶學者而言 聖人是不需要採用asset就可以做正確判斷 這等於說一般人無能做判斷更不要論行動了 因為我剛剛也跟大家提到過 斯多噶哲學裡面的聖人的概念 大家就會覺得說建賢詩期是我們要講的一句話 但是建賢詩期裡面所講的觀點 並不是說聖賢一定對的 而是說有一個道德的目標 我們可以朝這個方向前進 所以真正的in action 斯多噶哲學在立場上也是一樣的 所以說同學們就可以了解到這個重點在哪裡 我稍微跟大家強調一下這個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說 在道德的行為上 你要一直不斷地自己做判斷而且要堅強 確實是不容易 其實重點跟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感覺是完全一樣 只是我們沒有想到生活中出現這種感覺的無奈 其實在公元前兩三世紀的時候出現過一連串的辯論 那我就把這個辯論的部分用簡單的方式介紹給大家 所以懷疑論者如何 如這個Axilos在提出反對斯多噶論點的同時 針對知識標準的弱化採取了實用的考量 將合理的判斷當作是我們行動的原則 同時並沒有因此接受這個合理性中包含了絕對真實性 只是做行動的描述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承認這個無奈 但是不接受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跟追求真理的過程是一樣的 一致的 這個是對Axilos的一個介紹 那因為這個懷疑論者其實我剛剛介紹Kaniades 是有兩個代表人物 兩個代表人物 那這個兩個代表人物他們有加深的一個效用 主要用這個Axilos 大家有空 我們有英文名字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可以Google一下看一下你們內容 然後了解一下 然後在這裡面Kaniades的話 他就把這個問題說得直接 因為我們剛剛留下來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對什麼事情都採取懷疑的態度 甚至包含否定擁有知識這件事情都採取懷疑的態度 到底有什麼好處 對不對 我們留下這個問題 因為同學們聽得大禍不解 為什麼說同學們聽得大禍不解呢 因為同學們會覺得說你在起點就告訴我沒有什麼實質的效果 在終點告訴我沒有作為 事實上也不會有實質的效果 所以它之間的差別到底在哪裡的這個問題 好 Kaniades Kaniades的話 他的想法跟Axilos接近 但是他就問 他堅持懷疑論是一種治療 也是一種求職 所以他同時會支持跟反對什麼是正義 同時會 就是說我現在我想講的事情是 就是我剛剛自認自己講的比較激動的上課應有的態度 上課才有這種態度 就是說大家來上課的時候要抱著打倒老師的心情來上課 沒有這種心情 沒有這種心情 大家沒有辦法用互相刺激的方式來學習 這種東西講得不脫離常識 基本上也不算知識 就是有什麼好上課的 對不對 聽起來確實很像廢話 但是我要求的是一種態度的練習 沒有這種練習 這個任何的哲學課都沒有意義的 我要跟大家定義什麼叫幸福 那就是鬼扯 為什麼定義幸福是鬼扯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定義幸福是鬼扯 不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幸福的定義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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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幸福 你沒有聽過幸福的定義 你有沒有聽過幸福的定義 你連鬼扯的東西都不知道 還好 靈魂很純潔 你有沒有聽過幸福的定義 根本沒有幸福 根本沒有幸福 剛好示範 這就是懷疑論者要反對的示範 就是因為幸福很難被定義 所以根本沒有幸福 你有沒有聽過幸福的定義 聽過 聽過 那我說他們是鬼扯 你知道為什麼我說他們是鬼扯嗎 沒有答案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就不見得鬼扯 對不對 追求智慧也是沒有答案的 但是智慧的話 人家智慧定義 你感覺到泰戈爾講的話 柏拉圖的話充滿智慧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do not know anything 充滿智慧 可以 幸福 幸福 那這又陷入了這個他的答案 這一個反制的一個教育 因為幸福很難定義 所以導致 來 女同學 我問我多少人 你說說看 你有沒有聽過幸福的定義 聽過 有嗎 覺得是不是鬼扯 對啊 這就是關鍵 幸福是最難定義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定義幸福不一樣 你知道嗎 還有SM的 有S跟M的 那個叫幸福 搞不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般人講話 人家幸福的定義 幸福就是一個人在高山圓跳 我到了高山圓跳 把他累得要死 爬上去 我講說有沒有攬車下去 每個人的感覺不一樣 這個東西就很難定義 對不對 所以說定義那種感覺不一樣的追求不一樣 但是有沒有治療的功能 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治療功能 求知的過程當中有沒有治療的功能 這就是認知的一個態度了 坦白講 認知教條是會生病的 你知道嗎 大家會認為伊斯蘭國的那些fighters 覺得他有病 你知道嗎 我們班上如果有回名也會了解 他也不會認同這種殺別人為樂 或者說殺別人來宣揚教義的方式 我們會覺得說 把這個東西完全當成教條是有病的 這是apathetic 你對別人的感受沒有感覺 所以說你認知教條 所以認知教條是會 有了被人家視之為有病的 所以我們整個社會當中 我們現在一種人是in action 一種人的話 所以我們有的時候 不信教的人看到信教的人會覺得他有病 信教的人看到不信教的人的話 覺得說是他無知啊 明明有康庄大道你不走 你又圍在你自己的生活圈當中 所以這個認知 這個是一個我們現在社會中很嚴重的問題 那宗教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為什麼 宗教的教條化 我講我們班上的教友不會只有我們兩個人 不會只有我們兩個人 一定有 但是怎麼樣呢 他很懷疑 我如果在人家面前說我是教友的話 人家說你是教條主義者 就是有病的一個典型 很多人會懷疑 然後又說我 我不相信在座的年輕人 人格這麼強烈 我不需要上帝 我不相信 沒有一個人會孤注無援的時候 他不需要一個超越自己的 家庭或許可以取代 但是up to some extent 你的家庭能夠幫助你到一種程度不會太多 不會太多的主要原因是你的問題所面對的 遠遠超過一個家庭所能夠提供的 更不要說是你面對的問題必然是哲學問題 而不是宗教能夠解決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說Carniades可以稱之為可錯論 因為他會限制從而不論的應用範圍 允許一些可錯的觀點存在 例如說合理的政程 這就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 就是說你在政程的過程當中 你要等到那個reasonableness 不是絕對的要求 所以這個這樣 他對於不能行動提出反對的意見 成為他懷疑論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不行動的回應集中於區分 什麼是可以信服的印象 就是說我們的印象已經強烈到了 說服我們 就不在這種問題上 就是要先檢討什麼樣的印象 具有說服力 convincing 不是persuasive 讓我們自己覺得他可以信服 信服而不是說服 這個差別很大 說服一定是別人的論證 讓你有啞口無言叫說服 而信服是你自己了然於兇 知道事情的真正的答案在哪裡 這樣 然後對於這個印象 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當一個可以信服的印象出現的時候 依照他做事的人有沒有信念 這是關鍵的 可以信服的時候 你有沒有相信這樣做是對的 這是關鍵 我覺得這個話非常有道理 應該好好的詮釋 但是我覺得他表面上沒有複雜的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就是說我再強調一件事 可以信服的事情出現的時候 你對於這件事情有沒有信念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認為 在受教育的過程中 確實是除了專業科目以外 專業科目以外 還要學一點生命的學問 這不就是通事教育裡面的哲學課嗎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呢 因為大家知道 你知道嗎 我剛剛說過你專業越強 產生的誤解可能越嚴重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是身邊學問 比如說 有的人 有沒有可以信服對象屬於你個人的 如果有一個人他很好 但是你旁邊最好的人說這個人其實不好 那你受到他影響 你就改變心理 覺得他其實不好 然後讓你不信服 這種部分是你要告訴自己說 你原來的信念跟現在的信念的差別 是受到別人影響是受到自己 所以你自己要練習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你要稍微判斷一下 如果沒有發現旁邊的人的確講得對了 那就按照他的意思 但是這個就要有一種遺憾 就是說原來說服你的立場在哪裡 像有一些意見觀念強烈 所以我跟大家講調說 我以前在學校擔任過一些崛起青年社團的指導老師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聽起來那個風格很像 但是其實我這個人做任何行動當中這個就是我的立場 然後他們每一次有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要參與的時候 我都說我對這個事沒有興趣 他們都覺得很失望 後來有一個跟我比較好 我們系上的學生問我 他說老師為什麼 我們是搞社會運動社團 然後你是做我們的指導老師 然後你對我們的這個運動都沒興趣 我說我給你一個很具體的理由 當這個運動提出來的時候我沒有感動 我沒有被感動過 當你打的招牌是社會正義的時候 我一眼就看穿我不感動 我不能夠了解 我自己都不能夠了解 我怎麼能夠支持一個我自己都不能夠了解的事情 我不再沒有被說服 我根本就沒有信服 那我就沒有信 信 相信的信 然後我就沒有信念 那我怎麼會 他說要感動你太難了 我說沒有很難 我很容易感動 我看電影都會掉淚的 所以後來當然不歡而散 那我也好 我算了 因為我任何事情我根本不 我都忙得要死 我都沒興趣 你現在知道我現在是哪一個社團的指導老師嗎 你們考其中考試我會參加社團指導老師的會議 我現在是越南同學會的指導老師 我完全無法溝通 你知道 越南同學不會英文 我不會越南文 我會法文 英文 中文 但是越南人的話被這三個國家統治過 然後他們什麼都不會 只會越南文 所以我們一見面都是用匕首畫腳的 good, good,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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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簽名 這個最好了 就不用說話 但是這個機緣很特別了 因為我們系上的一個老師 退休的時候我剛好當系主任 他是越南人 他把這個社團交給我 交給我 我每次都要辭職 辭職以後他們講說沒有倫理 我們靠誰簽字? 我也想說也好 所以一來就Sign, sign, sign Sign, sign,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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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就這樣散完了 這個簡單 所以就不用麻煩 就不用談到這個說服不說服 因為你根本都不能溝通 沒辦法聊天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麼? 就是每一次長得一模一樣 一見面畫都睡得下 那你到底要簽什麼了? 每一個人不知道 老師,can you speak slowly? sorry, sorry, sorry 長得真的一模一樣 你知道嗎? 非常像 是不是太像了? 太像了 所以說這個是重要的觀點 有沒有信念 我稍微延伸我的解釋 讓大家了解一下 所以如果有信念 那表示形式的人相信這麼做是真實的 caniades 這個觀點我們沒有考 我們沒有考這一部分 為什麼? 這個因為有信念 才會相信它為真 所以是真的 這個邏輯推演 其實很複雜 就是說有信念需不需要justification 如果不要 那就有一點盲從 如果要 那一定要什麼是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對不對? 比如說我舉道德的問題上很多 我常常舉這個例子 請問 孝順父母又魚肉相鳴的黑道大哥好人還壞人? 你覺得是好人還壞人? 如果你是他的弟弟 那就是好人 如果你是他被魚肉的對象 那就是壞人 對不對? 所以道德的問題當中 同一個人會有出現兩種不同的論斷 看你的情況 所以說這個是不是reasonable justification呢? 不是 這個不是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的話要比這個更強 要更接近事實 這個區隔在這裡 所以同樣要了解 所以說重點在於能夠更進一步去 就是講到不清晰跟不理解 unclear跟inapprehensible 這個差別 好 那不清晰跟不理解呢? 就是沒有必然的關係 但是我們經常面對不能理解的對象卻非常清晰 這個是 所以說每一個人講的reasonable 那這些都是讓我們信服的印象 來 舉個例子 那不清晰 就我們經常面對不能理解的印象卻非常清晰 舉個例子 非常好 我們對愛情的渴望 非常清晰 但是從來不了解愛情到底是什麼 沒話講了吧 這個我不是第一年上課 但是早是第一年有人問這個問題 大家因為沒反應 感覺到我一直有錯覺 覺得大家好像活得很清楚 搞了半天 太多這種例子了 受教育有用 受教育有用 受教育有用是怎麼樣? 受教育有用是非常清晰對不對? 受教育有用是不是很清晰? 你敢讓你的小孩 你會有 對不起 將來你有下一代的時候 你敢讓他不受教育嗎? 對啊 很清晰啊 但是你可以理解受教育的含義嗎? 你可以理解嗎? 你可以理解嗎? 政治很重要 搞政治很重要 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政治的影響 政治重不重要 很清晰吧 那你能夠理解什麼是政治嗎? 你能夠理解嗎? 我坦白跟你講 我們生活中對我們有意義的問題 都是這種形態的問題 你才會有興趣去瞭解它到底很清晰 但是你要理解它到底是什麼 所以不是一個例子 有無限多的例子 比如說做一個老師 把書教好很清晰 但是書要教好要怎麼理解? 怎麼叫好? 那太複雜了 很多老師很挫折你知道嗎? 我不相信有哪個老師一開始他不努力的 他非常挫折 為什麼? 他一直告訴自己 我教好、教不好 薪水又沒有減一塊錢 我為什麼要教好? 那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又教不好 那乾脆就算了 同學們要了解我 我在我們系上算資深老師 我對於我們心境的老師 我的第一句話是什麼? 你想都想不到 我對我們所有的助理教授的心境 第一句話我說你要注意 所有的助理教授、新老師 有個最大的陷阱 你一定會喜歡教學 他們一聽 所有過來的人 還沒過來的人都懂 都懂 講這句話 真的是有一點智慧在裡頭 因為你喜歡教學 然後你經歷最充分的時候 如果你把經歷都花在教學 沒有花在研究上 你到了我這個年齡 只能教學的時候 你拿不出作品了 所以這種很清晰 但是要理解 還真的需要一點功夫 所以我最喜歡做這件事情 謝謝你的提問 這很好 所以這就讓我們信不得了一生 他們行事的判則 並不代表我們可以理解他們 所以你想要追求百分之百理解 像比如說 我那個有一次上那個活用哲學課的時候 就問如果真理不可得 在這個課當中問的 也問了這個問題 就是在這個上禮拜好像就問 如果真理不可得 是不是大家就可以對真實無所謂 很多人就點頭了 真理不可得當然無所謂 然後我說真理的話 我們底下接任何真愛不可得 是不是就真愛無所謂 每個人就講認為不行 即使我覺得很難 但是還有期待 就像是這個潘朵拉的盒子一樣 所有的妖魔骨骸都跑掉了 最後趕快蓋上 裡面關的就是希望 那當然是這個 是這個神話會這樣講 我們哲學課也是這樣講 對不對 知道什麼叫潘朵拉的盒子 Pandora box 這個趕快蓋上的時候 裡面剩下的是希望 希臘神話 道理就在這裡 哲學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求真的 那卡尼亞德斯認為 沒有斯多哥學派所認知的這種逼真的印象 只有幸福的印象 這個幸福 不是我們講的happiness 而是這個 因為我們相信它 所以才服從它的這個印象 所以這個觀點說明了為什麼 懷疑論者一方面可以不做正確判斷 另外一方面卻不會阻礙他人行事的原因 所以說這個卡尼亞德斯 以這個規範跟描述兩種方式說明他所強調的重點 規範是這樣子 我們應該信賴幸福人的印象 事實上我們做判斷的時候用了很多這種 有信念為主導 在描述上的話 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我們討論的是小事情 我們只會問一個證人 如果是大事情的話 我們會問比較多的人 如果是一個互相信賴的基礎上 我們會問每一個人 小事情上會問我們是不是很在意 大事情上我們會質疑問這個信念 與其他信念是否融貫 在大事情上 本質的事情上有關信服 我們會檢驗普遍性條件 這是很自然的 重點是如何不做判斷卻能行事 剛好相符 不要做判斷卻能夠行事 能夠做 因為我們是依照信念來做事的 所以說這個重點的關鍵在於 判斷需要相信做這個決定的真實性 對不對 要先相信 那每一個人相信的話 請同學注意 這個不是在講宗教的信念 這個講的是哲學上 經過各式各樣的論證以後了解 開始把這個論證的部分納入我們的內化 就相信絕對真實與相信可能真實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說是 由實際的信心來做判斷 這個是實際上的情況 所以換而言之 理論的部分就會轉變成為我們的生活的現實的部分 OK 如果方式已經在考慮說 如果中國錯誒 promote 非常起立的會議 不要怕 如果你再來試一下 你找發 一群麻煩告訴我們 我认为人家有一种孩子 我认为 that I have to take care of my kids as a human being as a father like your father 一般觉得这样子 I don't know if that's apprehensive I say this apprehensive is simply because that I always well I consider myself proposing a theory like this but isn't that dogmatic though the fact that you I say that all all moral issues are dogmatic in any sense because being a father I can choose either escape or change another wife or do whatever I like but I select it it's very it's very apprehensible to me that I understand my job apprehensive ability is talking about understanding your job your obligation or your duty right but som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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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ally it's apprehensible to me but sometimes it's unclear okay but doesn't the apprehensive ability rely on the dogmatic principle yes yes of course I was teaching dogmatism last week through and through and then this week I was saying that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ogmatism and skepticism refers to somehow a kind of inability of human beings or humankind we are limited somehow so as a moral skeptic I guess how do I actually go about executing any action given that my actions to some degree will always rely on this dogmatic principle to what I disagree with as a more skeptic good that's precisely what we have been talking for the last two hours yes well I will repeat it number one I'm talking about skepticism but not really refers to its domain of morality and I said clearly that a stoic philosophy offers many skeptic condition except that in the moral domain after something that's a stoic position okay so you are now you are asking about a skepticism skepticism was saying that we will extend the skeptical spirit to the domain of morality and that's precisely your question so well that depends on three things number one do you think reasonable justification is a kind of dogmatism maybe yes maybe not because it all depends on what you mean by reasonableness right second thing if you consider everything has to be clear and apprehensive in order to believe that we will do everything according to sufficient and necessary conditions which does not exist so according to your question that up to certain extent dogmatic elements exist always that's your question so my answer for you is yes but thirdly I say that and I don't know why that human beings are by nature are moral agents you cannot refuse this if you can refuse this well you will definitely reconsider that if what human beings are well which happens to be different from animals so if you have to make the decision that you can what you can say about your question is only that we will try to diminish the dogmatic elements in order to fulfill our human obligations I think that's the most correct answer to my knowledge up to this point probably that's going that's going to be the best explanation about the moral agents we will do have this idea in philosophy best explanation it's kind of a reluctance that you have to accept certain dogmatic principle in order to fulfill human obligations yeah 老師你一直在就是真理跟真愛這兩個化為更好 那他們真的是一樣 那當然是邏輯上的關係 真正的愛跟真實的事物 真實的事物比較大 其中包含愛 不但是話上等話還是涵蓋關係 可是有的時候我們就是老師會說 我們沒辦法去得到真理 那為什麼有可能會覺得說自己好像得到真愛 你很幸福 你真的很幸福 我跟你講 but the point logically speaking 從邏輯的角度來講 I will keep in Chinese that if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ask me question in English after words 我先講邏輯的關係 如果你不知道真 你怎麼會有真愛 對不對 這是邏輯嘛 因為真的範圍很大 包含真愛 真恨 對不對 所以這是邏輯關係 然後第二個的話 你會覺得真理一定是普遍的客觀的理性的 然後你會覺得真愛是情緒的 私人的 然後我所要的 但是我很遺憾地告訴你 普遍的客觀的跟理性的是真的 基本定義 比邏輯還要基本 而真愛這種是情緒的 個人的 私有的 絕對不會是真的 對不對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這樣 所以當然對很多人擁有真愛的人講說我在戀愛當中 對 我知道 但是這個不會是真愛 因為這是一對一或怎麼樣 我不曉得 是這樣的情況 對吧 我已經想到了 我已經決定了 我沒有希望 在那裡 你不用擁有 你先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